第四期的协作中心直播活动 嗨,终于来到我们第四期的协作中心直播活动 在直播开始以前,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在直播开始以前,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把镜头往前转 来,每一个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学院和科系 来,每一个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学院和科系 我啊 你开始啊 嗨,我是学人,我是民生学院的餐理学系小大衣 来,我是医学院体学系的大衣精神 叫什么名字? 顺剑星 贴近 我是资品服装设计学院的资品设计处的小大衣 叫什么名字? 我叫希靖 我是小文飞,医学院临床心理学系 嗨 嗨 我是梁慧文,我是他的同学,也是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系 嗨 来,介绍完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就进入我们直播的主题 来,大家往镜头往我们的萤幕看 在开始这个直播以前我们要先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图书馆的活动 然后我们这个直播活动是笔属于图书馆写作中心 然后我们是写作中心里面的直播活动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经过了三次的直播 这是第四次的主题是叫做外籍生图书馆巡礼 那顾名思义就是让新生来到学校之后 我们学校图书馆有办了一个活动 让学生都来参加 新生来参加,顺便了解一下图书馆是怎么操作,什么运用 然后为了这一个让新生能够更了解图书馆 我们就动了一个闯关的活动 那这个闯关活动就是今天直播的主题 等一下就会由你们来完成这个闯关的活动 另外也要介绍一下就是 这个写作中心也会有这些英语自学的各种活动 那我们下个星期就会特别针对这些英语工作坊等等的 来做一个直播 我们有请这个写作中心的负责同学来这边 跟大家介绍具体会有什么的服务 还有一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参加 那像这间小房间其实就是这个写作中心其中一个地点 它就是一个叫实用与英语 实用与活用英语工作坊 那有兴趣的同学记得留意下一期的直播 也是我们这学期直播的最后一期 那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 那这个新生传官 它的连接就在我们图书馆首页这一边 六边下面叫点这个进击的新线 点进去之后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继续 那我顺便来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你们知道这个活动是学校哪个班位一起合作弄的吗? 不知道 有人知道吗? 大学入门吗? 对 那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大学入门 就是全人中心大学入门里面的课程 其中有一部分叫图书馆的导览 那以往都是请我们图书馆的人到班上去讲解图书馆怎么使用 那后来想到班级人数已经越来越多 也想到更加的互动性 所以我们图书馆就设计了这一个床端的活动 那像往年就是学生都要跑到图书馆这边 领取一张纸 然后完成完卡盖章等等 然后领取一个证明 然后这个证明要回去交给老师当做一次作业 那今年就做得比较更加的一化 就是你们透过手机线上就可以完成 那一样也是要跑到图书馆这边取一个热证 那介绍完之后也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是15号 那这个活动结束是22号 那记得还没完成的同学 就跟着我们这次节目一起去完成吧 然后除了是一般大学部的大一新生以外 硕士班、博士班的新生也是我们的对象 因为大家在学校都一定会用到的资源就是图书馆 然后活动方式就像刚刚说的 闯关我们一共有6个关卡 那现在在场有1、2、3、4、5 那等一下你们就要来完成这6个关卡 然后完成之后不是只是交作业而已 我们也会有抽大奖 这大奖分别是超商米卷、小米智能AI音箱 还有这个是BBQ烤箱 然后我们会在10月30号那一天 开直播现场在图书馆这边抽奖 抽中的同学就可以直接付来领奖 首先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闯关活动 有没有谁要第一位 第一位第一位 来文飞 过来这边实际操作 好 那这个闯关活动我们就不要做得太生硬 我们等一下增加一点难度 因为就是毕竟跟写作中心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等一下点进去之后 他会先播一个影片 播完影片就会有题目 那我们就要求你们即兴用英文翻译题目 那如果说翻译不出来 或者是遇到题目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举手 那由你们下面可以帮忙他们回答 那如果真的超级不行 真的回答不了就可以来问我们 那我们就先开始我们活动 这个缝 点缝 来 点多一次 首先可以让你们选择 你们的那个题库的类型 丢美的六大题 那现在随机选到的是第一题库 那是府门大选出什么 这个也要用的 这不要的 来 点开它放群 欢迎来到府门大学 图书馆将陪着各位十年的美好时光 没错 大学的图书馆绝对是娱乐界闷的好地方啊 国大各有三间图书馆 国喜 公博 祭食 这三间各自拥有相关类客的书籍 所以请先记得要先上图书馆官网查询管场地 避免你跑错地方 但是环数不受到限制 因此可以跨管环数 三管开放的时间并不相同 甚至除过同学也可以把书朋友们冲箱 公博的同学可以待在里面看整天的电影 里面也收藏了许多文学小说外语用书 即使是总管提供的服务多 收藏也多 让你觉得府大的书还不够多的时候 可以提供外校服务证满足你报告的需求 国喜会开到晚上11年 学生都喜欢来这边读书 因此考试清洁的时候人超汹涌 也是唯一进出都需要刷卡的读书馆 没错 学校读书馆进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学生证 开学就已是证件的同学 保学号也是可以进来的 想要了解更多福大图书馆的服务 请关注福大官方账号 获得第一手资讯 好 那我另外也补够一下 基本上这影片是不能跳过的 必须要看完才可以进入题目 是可以再重播一次 然后每一次的影片都跟接下来的题目是相关 那现在就按那个 看完影片下面就有这个roll的小笔字 还可以开始了 先念中文再念英文 先念中文再念 如何知道图书馆开馆时间 When do the libraries open? 他识意识 When do the libraries open? 他识意识 整个事吗? 看看影片不是有错了吗? 图书馆的开馆时间 看缘分要翻译吗? 不用不用 你说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不要翻译不是 答案是到图书馆网站查询 英文怎么说? Check on the websites of the libraries OK 来给你看 所以等一下再来下一题自己来 如何能够错过图书馆的各项活动讯息 求教 有人要帮他翻译吗? 有人要帮他翻译吗? Please stop How is the languag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ibraries of the communities? 答案是 答案是什么? 加入图书馆 Facebook粉丝专业 你确定吗? 还是以上皆次 以上皆次 你先给你选的第一个答案看看 试试看 试试看 答案 如果给以上皆次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图书馆不只是有FB 也有Live 也有IG 都可以去追踪 那我们都会定时把我们最新的书 各种活动都会放到这个社群网站下面去 那你们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活动 来 提点看 All of the above 下一题 忘记图书馆帐号密码可以到哪里重设? How do you reset your password if you forget if you forgot your password of libraries' ID? 要怎么去重设? 这个是让我选呢? 对 你直接点 如果假设你现在已经在竹竹馆的手间 你今天要重设密码要点哪个地方? 不知道 有没有人要帮忙看 如果今天要重设密码要点哪一个? 管理密码 有看管理密码? 对 是这个吗? 看管理密码要重设密码 念出来 如果人借阅基督去界将其用 对 你看 答对了 所以如果有任何密码的问题要重设密码 就是点刚刚那一个帐号的那个部分 来 再来 好 已经第二关了 我们请下一位 世界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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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关 谁? 我来吧 好 麻烦了 记得不要跳过 OK 来 看影片 那你觉得这么多 到底要从哪里入门才好呢? 别担心 想要的资讯 读书馆全都打包给你 使用前要先启用最重要的读书馆帐号 帐号就是学号 预设密码是生日月份 假如忘记密码 先上就可以更改 是不是很方便呢? 大学生以前最多可以借30本 借期28天 DVD影集借期比较短一点 为了避免损坏 是不可以投入还书枪的哦 钥匙枪使用团导师 请先登记预约 哦 只要上图书馆网页就可以登记了 不用特地跑到柜台派对登记啦 但还是要记得来柜台里去使用卡 民事关注授业 不管是最新公告 或是图书馆举办的教育训练 都不怕漏掉任何议则资讯 好啦 说那么多 图书馆有很帮的管员姐姐 可以为达他服务 有任何问题 可以向他们询问哦 想要了解更多福大图书馆的服务 请关注福大官方账号 获得第一手资讯 转发 再来 资讯 现场的意外 在哪里可以得到图书馆最新消息 在哪里看到图书馆最新消息 卷市场的意外 在哪里可以得到图书馆最新消息 在哪里可以得识到最新消息 在哪里可以得到最新消息 在哪里可以得知灵辑的最新消息 在哪里可以得知 那你可以得到最新消息 workshop 那来再试误 那这个你资讯 一般上遇到這種問題 我都建議用Google的20年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今天有事情想要打到祖書館 你要怎麼找到祖書館的表號 然後呢 你要講幾個項目的就是 現在先進到五大圖書館的網頁 然後我們有聯絡我們 計時 計時 一文嗎 沒有 你找到計時二文 那剛剛的題目是什麼 所以要找到答案 剛剛的機會是什麼 那個櫃台的電話 對 誰會聽 229 來 給你看 290 5273 哪一個 欸 2073嗎 確認一下 參考 看看題目是什麼 來 再給一次 下一兩個是圖書館 好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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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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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外面的那個環節 所以是哪一個環節 DVD 剛剛影片有說 什麼東西是不能圖書館 來 第三關 來 謝謝我們的圖書館 第三關是誰 She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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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櫃台 好櫃台 等你們來玩吧 喔 要是借書 忘了還書日期 不要緊 只要登入圖書館 個人借閱帳號 就可以清楚看到 每一本書的還書日期囉 還可以線上辦理訓解 如果方便 館長查詢 物資能查書 想要的期刊 電子書 或者是詩情資料 都可以在上面搜尋得到 找到想要的書之後 先確認書在哪一棟圖書館喔 再根據書書號 對照各館樓層配置圖 找到相對應的樓層 就可以上去許書啦 書要是被其他同學借走了 可以直接連選預約功能 等同學還書的時候 就會把你放在 會台的預約註書區當中 系統會透過電子郵件通知你囉 想要了解更多福大圖書館的服務 請關注福大官方帳號 獲得第一手資訊 來 Go 這是什麼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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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式料理的新醬汁 這本書在祭司樓 然後圖書館和祭司樓 不要亂講 告訴我們 如果說你今天要找這本書要怎麼找 要怎麼知道它在裡面解 看看影片有說過 查位置 你首先要怎麼查 崩擺唱 來試試看看 看看他說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去搜尋 搜尋可以回到你所有問題 這不直接打ith vouров00 3 是好像 creo 法式料理的新醬汁 是不是 filosof 不 shit 喔 Everyone 等一下我忘記了 人形망 missed nak 來就翻譯這個書名 如果我给你们翻译 所以你剛剛查到這本書 也有這個所書號 他也告訴你在記事額 那接下來要怎麼知道他在記的呢? 我們看這個查書號 那這邊小提示 你們都有機會可以請求幫忙 如果遇到不會的話 像書書館這邊 剛剛影片就說了 每一層的都有他的號碼分類 所以要按這個名字 你聽聽看 沒有 你一點聽他不會告訴你在記的 要請人幫忙嗎? 要 誰要幫他四字頭的書在哪裡呢? 四字頭 來 一點點點 點主題關的事業 四字頭的事 誰要問呢? 我成分部 沒關係 應該是館長的事點 我們不如這時候遇到了這麼難的問題 我們請我們圖書館的負責人來跟我們回答一下 來 攝影師 點那個啊 圖書館資源 館長資源 左邊 在上面 左邊 左邊 哪點嗎? 然後呢? 有沒有一個 觀察 觀察 不是那個 那個 那個只是剛剛收視 樓床分埋 有沒有找到樓床分埋 樓床分埋 有有有有有我看到左邊 左邊 左邊 下下下下下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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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下下下... 這是什麼? 觀察 上背那邊 對 點進去看 你們查太複雜了吧 我知道 你們最快的去那個關於本館 關於本館 對 然後那邊有個 對 鑼層配置 好 這邊 這一個 七樓 七樓 試試看 試試看 他七樓 回去題目 所以 來 另外補充一下 假如說不想到圖書館網站去看的話 如果你們也想要了解那個樓層分貝的 櫃台都可以跟他鎖取一張這個 就是剛剛你們看到的那個分貝的 你們可以直接拿一張回家 好 下一題 中文先 萬禁關書期限 可以到圖書館網頁的哪個地方查詢 你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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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can we if we forget forgo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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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date Where can we find the where can we find out from the library web the website what site 要去哪個查詢 念書的人 你要去 定期查詢 不是 不是 個人記的人記錄 有點猛 個人記的人記錄 我們知道期限啊 或是那個狀態 都可以到數月圈點選 看你們的解決記錄 來 謝謝我們的學員 醫師官 來 我們的 資品學院 代表 代表 英文的資品系 來 先播影片 謝謝 夜夜夏日 來圖書館 吹冷氣 寫作業討論報告 最方便了 圖書館的電腦要線上登記 想要現在 立刻 馬上使用電腦的同學 記得眼睛睜大一點 選藍色的時間 紅色的時間 是已經有同學在使用 登記紅色的會變成 預約時段喔 等等 別急著把提醒關掉 登記電腦後 跳出的授權碼 是學號的後6碼 這組密碼才能讓你使用電腦啊 但你有在看嗎 沒有吧 沒關係 我們鬼台還是會告訴你 好不容易接到電腦 想要列印作業 卻又出現寄費ID 這是什麼 可以吃嗎 寄費ID就是你的訊號 請用力的打下去 拿著你的悠遊卡 就可以到影音機 付費區間啦 想要了解更多 虎大圖書館的公務 請關注虎大官方帳號 獲得第一手資訊 如果要立刻使用電腦要登記什麼顏色的時間做會 你有沒有翻譯 請求英文翻譯 有人要支援他嗎 如果要立刻使用電腦要登記什麼顏色的時間做會 請求英文翻譯 有人要支援他嗎 如果要立刻使用電腦要登記什麼顏色的時間做會 藍色 那紅色是什麼 紅色是在育業中或者在適用中也可以 下一題 圖書館影印機列印用什麼方式付費 請求英文翻譯 來換 那薛蘭 你可以幫他嗎 沒有沒有 幫我 什麼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的方式 如果要使用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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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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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醫學院,醫學系 來,先播一片 但不是每個資料公共與校外連線 要使用資源的時候 今天記得老資料公寄單確認一下 想要聊天的五大部署 請問五大部署都更好獲得第一訊息 在校外使用電子資料庫時 校外連線認證的帳號密碼是什麼 翻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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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個翻譯 最自覺的翻譯 如果想使用電子資料庫時 外面的帳號 OK What is the account and password of the 校外列線認證 社外列線認證 OK,可以證 來,來,應該覺得帳號是 身份證號密碼是證 你覺得證嗎? 你可以看 還要兩次機會 就是基本上我們這個資料庫路 在校內網絡時期都不用任何校外連線的認證 可是一旦你離開學校範圍 你用自己的網絡或假例的網絡 他都會跳出一個頁面 讓你完成校外連線認證 那今天的問題就是要問你 你要用什麼帳號去登入這個認證 學校LGBMP 可以試試看嗎? 登登登 來,大神堡,哪一面出的 讀書館讀者記錄查詢的帳號密碼 英文怎麼唸 哦,讀不到 可以 放過了 大家說英文每日聽到這個電子資料庫 可以在校外使用嗎? 嗯,先 歡迎 我來翻譯 大家都在英文每日聽到這電子資料庫 吧 這個電子資料庫 可不可以用這個電子資料庫 可以用這個電子資料庫 可以用這個電子資料庫 可以用到手段的資料庫 資料庫 你先把資料庫翻出來 但是 剛剛他有發過 來 資料過英文發什麼? Data Base 完整一點 Electronic Data Base 來 我覺得可以 先不要回答 你告訴我 如果我要查相關的這個理由要怎麼查 剛剛影片有教你 音量距離說 沒錯 找到手藥 你可以直接點上面 好 來 怎麼查? 電子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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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說的是什麼? 走走看 他剛剛不是有電影嗎? 大牆說英語 可以 上面直接搜尋 上面有一個 最高最高 這裡喔 所以它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 然後 回去做答 Data 哇 恭喜你完成了 第六關 就是你了 幫你了 不行啊 我是關主 剛剛我們記得第一位裡 馬上忘記了第一題就跳過 所以我們讓他來 來 文貝 是最後一關 想要輕鬆無負擔 隨時隨地看電子書嗎? 只要下載電子書APP 登入個人圖書館帳號 就可以隨時隨地閱讀囉 但是要是忘記電子書 歸還時間怎麼辦呢? 欸 沒關係 系統會自動幫你歸還電子書 還不會收你運行金喔 外界中的電子書也可以預約喔 時間到了 就會自動進入你的小書庫 這麼方便的功能 歡迎大家多多使用電子書 打造環保屋子的閱讀新環境 想要了解更多 輔助福大圖書館的服務 請關注福大官方帳號 獲得第一手資訊 Go 想看的中文電子書 如果外界中我可以預約嗎? 阿姨 你是在求助嗎? 在求助 有人要求他 我剛剛 你沒有可以選的都不要做 Can I make appointment of the book I wanted to read if it is is borrowed by the other person? 你剛才是翻譯中文電子書換成什麼? 中文電子書 Chinese e-books e-books 全名 Electronic books 所以我們除了有實體的書 你也有這種電子的書 那這題問的就是電子的書 那位置中是可以預約嗎? 打打 準備 好 這是最後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你也說 請在服書館LINE 生活全私訊小編通關密碼四字 小編會給你通關密碼 這個就是要讓你們 像剛才有說我們有LINE 有FBA 有IG 那這就是要你們去關注我們這個LINE 然後馬上輸入通關密碼 他就會把這個密碼告訴你們 來 下面觀眾趕緊支援一下 我們來到了 來來來 登登登 好嘞 那現在完成了這個整個闖關之後 我們會剛剛有說會有小禮品嘛 那就是要完成這個登錄的部分 你們才算完成 那登錄之後 來 另一邊跳轉 就是要填寫你們的基本資料 OK 可以嗎? 好 好 沒關係 OK 新生 確定嗎? 對啊 下一個 來 現在先學學院 再來 科系 MAX 什麼年級 一年級 對啊 還會有一個基本認證 學生證 再來 座位管理 念一下 在座位管理系統界 電腦後出現的授權碼是什麼 看看你的電腦是什麼 身分 學學號或沒有 來寫一個 闖關題目中圖書館LINE 生活圈小編給你的通關密碼 這是最後資料 這個不用打 大家認識一下 他叫文飛 我叫文飛 你可以打英文 因為我們等一下是對學號 所以這基本上學號不能打錯 因為一個學生在學校 我們認就是認你們的學號 名字你們可以學任的 因為我們一查學號 就知道你們的名字 因為我們一查學號 就知道你們的名字 手機 不可以外泄資料 來 最後一點了 噠噠 那就完成這個了 那上面也會告訴你說 截主日期是22號 然後抽獎日期是10月30號 來 現在我們完成了這個登錄之後 我們還要完成最後一個關卡 就是去櫃台認證 我們下誌 我們下誌 今天下誌 我們下誌 谢谢大家 请问有什么要帮你 可以帮你拿吗 我们关上的常观活动 要拿到那个认证 你们是新生吗 对 那我们这边叫什么会谈 叫参考会谈 所以要记得完成 过关的同学要到参考会谈这一边 那我们留两个地方 公布楼跟祭祀 那相关的那个开放时间 就到我们的网站去查询 来 请给我你学生证 不要看 那么有个字 记录完成 那恭喜你 这就是你的认证 然后另外记得 我们10月30号会抽奖活动 不要抽过 然后我们的整个闯入活动就结束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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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